各位网友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的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KL的大白sir 各位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沙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沙冷气》现在有一些新东西 就是我们的几位主持 现在就是经常打这个吃鸡拍摄 挺有趣的 其实不单止只是打游戏 里面就有一些搞笑的对话 大家可以认真去听一下 多谢大家 那今节其实我把声音好像很开心 其实我是开心不起来的 因为大件事了 墨尔本 澳洲的墨尔本 北部出现两例疑似的十九阳升 为什么这么严重呢 其实小弟自己也是有 这个叫做分享很大力 因为我呢 过一个星期又要 又要飞 大家知道了 我在农村地方 所以我一定要经过墨尔本再转机回去坤士兰 结果他一转机的话 我很害怕 因为上次 我都因为转机 转一转 经过墨尔本 我都要回去 要隔一隔 还有呢 现在看到样东西 澳洲 是不是真的好似 我们总理 Scott Morrison 摩总 说得那么好呢 那 看一看 这件事就知道了 那么新鲜鬼热 墨尔本卫生厅 10点钟的时候 就通告了墨尔本北部出现两例 可能阳性的十九案例 这两个案例 好彩地是有关联的 知道大家的相关 当局正在加紧在墨尔本 展开公共卫生行动 那墨尔本 的 当地政府 就是维多利亚政府 维多利亚州政府 就是这么说的 就是说 我们将调查 和病例访问 所需要採取的 全部 地方 和我们会采取任何 行动 会做好这件事 当然 任何具体的公共卫生行动 会尽快 和社区沟通 而且 一定会快速进行 其实 这个就是来自卫生厅的一份声明 我也是即场翻译的 应该 大致上应该就是这样 卫生厅 和在星期五晚 其实都发布了通知 就敦促 到过墨尔本北部 Apping 如果有网友住那里 我们有很多墨尔本网友的 据我所知 到过 墨尔本北部Apping的人士 就是 要对这个19的症状提高警惕 卫生厅就大概在两个星期前 就将另一个 超市 错误宣布 这个叫做 19暴露地点 他也认错了 其实 在Apping和 Wallet这两个地方的 废水里面 就检测到19的 病毒的碎片 所以 维多利亚卫生厅 都已经意识到 是错误的 当时 维多利亚人 希望 要 尽快检测 以及 一位三十多岁的 男性 其实 就是在 南澳洲隔离酒店 中了19之后 在5月4日 回到维州 Warner 其实 之后就做检测 5月10日就发现确诊 之后 这名男子 哎呀 就 和一百多个人 密切接触过 这一百多人 这一百多个人 都已经是隔离了 到过这个Woolhouse Apping 超市的人 亦都被通知要隔离了 马上 将这个地点 列为这个病毒 暴露地点 帮他摆入了名单里面 啊 原来呢 原来 这个男子 都到过 旁边另一间 商店 不是那些 工作场所 不是 是银行 是银行 维多利亚 州的卫生部门 才意识到 这名男子 其实 是去了 再去了另外一间商店 差一点 差一点 因为 他的商店是 Woolhouse Apping North 原来差了个北 差了个北 一个是Apping 一个是Apping North 所以大家如果去过 Apping North 的人 就 小心点 应该尽快做检测 预计 卫生部门 将会在 星期一 再迟一点 即今天 再迟一点 就会 再有一个新的记者会 我希望 最大事 最怕就是 昆士兰州政府又宣布 哎呀 不好意思 经过遗州的人 拜托你 不要回来 那么 我也有 其他 方法拆 就是不要 那张机票 但是那张机票 很贵 哎呀 四百多元 那张机票 哎呀 不算了 不要紧了 只可以 又换一换时间 很多计划都打乱了 那 其实 说回 新的疑似病 消息 发布之前 遗州警方 已经宣布 公共交通工具 上面 一定要 戴上合规格的口罩 你知道有些人 那些口罩不是很合规格的 有些人就戴一块布 你记得 有人把底腕都戴上嘴 不过你不知道真是假的 那些狗流流 宠了你 就知死 是 那说回 其实新六岛那两个例子 亦都是 在其他国家回来澳洲的 都好些 起码知道不是本地 爆发的 我都没那么害怕 但是 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的州是全澳洲 最 最紧的 就是那些 那些 叫做 暗令最紧的州之一 所以 我都很担心 所以你看到我的狗都 废了 担心到废了 其实 交通部门 就显示 戴口罩的遵守率 很麻烦 我们只有52% 是啊 没那么松懈 因为大家松懈了 其实为什么我的题目说松懈呢 去年 戴口罩率是88% 差不多九成 现在 只有52% 那无论如何 维州政府说明 今天开始到6月6号 未戴口罩的 在公共 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面的 全部200元 就是这么简单 200元 OK 不算太高 我们这里是 1500元 至3000元 哇 都很多人违反的 你不要笑 好金啊 都很多人 不听的 是 其实19 真的大家不可以松懈 老实话 因为 因为现在 真是 好像全世界都 看上去 好像我们 我们 所在的 所谓西方的 自由国家 看上去 不错 但是 但是 原来 都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好的 我们 新鲜滚热辣的消息 今天报纸卖了 澳洲 有位 滑板队的选手 在 美国 参加资格赛 中了19 我以为美国应该没什么 因为疫苗打得那么快 其实澳洲滑板队 就有三名成员就中了19 所以 他们很不幸地 扬胜之后 基本上 这个 东京奥运会的梦 就粉碎了 好 两名运动员和一名教练 中了19 所以今天就没办法参加 奥运会 这支 滑板队的运动员 就有11个 那么 包括员工 包括这些 工作人员 就有11个 其实就是 今个月 5月3号 就由这个澳洲的逝离 飞到这个美国的加州 然后就去 Iowa那里 就参加 巡迷赛 之后 就是 想通过巡迷赛 就获得这个奥运参赛资格 其中 有位 女生 很小的年纪 本来想着自己可以 有一个奥运梦 其实 13岁的 这位 博尔本的运动员 叫 Heath 很不幸地 他就在社交媒体上说 好对不起 对不起 这个国家 因为 中了19 搞到自己 也没办法 去参加这个 东京奥运会 因为 他们要隔离一段时间 还有 你还要恢复体力 是吧 就是你 你不要说 就算你 普通的感冒 你运动员 都要一段时间 恢复状态 当然 19更加是不知道怎样 他就说 虽然很期待这场赛事 但是 都没办法 亦都 希望他的其他队友 无论男还是女 都可以好运 可以 拿到这个奥运入场 的门捐 代表澳洲这个国家参赛 所以 所以 现在这个 19 真是 不知道 何时 何年 何月 才正正式 要搞定 大马sir 政府公務員有80%要在家裡工作 私人界有40%要在家裡工作 公共交通載客量要減半 所有的零售領域縮短營業時間到萬上八點 餐飲業的營業時間強勁,限制在八點早上至晚上八點 否則就會收到罰單,越來越嚴格 希望可以盡快壓制確診數字 6,000多接近7,000是頂信的 所以亦是無法離開,只可以這樣說 希望全世界這個疫情快快過去 我也很害怕 坤士蘭政府最怕,我沒什麼害怕 如果星期六走的話,我最怕星期五才說不行 我都要買機票 我都要組織一些人來接我 最怕就是這樣 現在很難預測 真的很難預測 變化得太快 是的,真的太快了 好了,都是那句 照顧好自己 或者照顧好自己,照顧好家 做好防疫,措施勤洗手 多注意個人衛生 就是對這個社會 對你所在的國家最大的貢獻 多謝大家,拜拜